有了科技 干活省力 在浙江嘉兴同乡的数字育种工厂 工作人员一按电钮 设备就能自动的完成育种育苗嫁接等工作 下面呢就让总台记者梁叶带着我们去逛一逛 走进这个数字育苗的工厂 可以说满满的这个科技感 那在这里呢 这是一个智能大棚 里面通过各种物联网的数据啊 能够把这里面的温度 湿度 光照 二氧化碳的浓度 还有包括土壤的这些温度啊 湿度等等各种数据能够实时的采集 并且反馈过来 这个呢也是一个智能的这个嫁接机器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里面正在嫁接的是两种番茄的这个苗 那么负责人也告诉我啊 这两种番茄苗加在一起呢 既能够提高它的产量 也能够提升它的抗病率 那像这台机器呢 它就可以分别把这个苗的上半部分 和另外一株苗的下半部分 智能的这个拼接在一起 而这台机器的效率呢 可以达到每小时可以架接400株苗 那么两位工作人员呢 只需要把两株不同的苗插在这个这个机器上面 就能够完成这个精准的架接 而这个架接的这个成活率啊 也将达到98%以上 可以说大大的提高了我们这个效率 我们接下来往里走啊 你看啊 这个就是刚刚铺好的这个 这个育种的这个车床 那么现在它在自动的进入到这个温室大棚里面 在这里呢 这里面的温度湿度跟光照啊 都是有这样实时的这个数据监控的 那当有这个数值产生的变化 这里面也能够实施自动的调节 传统农业靠的是经验 现代农业靠的是科技 地上有气象站 天上还有卫星 实时帮咱们看看庄稼长得好不好 卫星是怎样判断作物生长情况的呢 我们通过眼下的东小麦来看一看 进入三月 黄淮海东小麦陆续进入拔节期 通过卫星摇杆技术 我们选择了黄淮海地区 2月5号 3月5号 两组摇杆影像进行对比 对比是建立在 田间作物叶绿素的变化基础上 太阳光直射到植物叶片上的时候 植物叶片会吸收一部分可见光 然后反射一部分 肉眼看不到的近红外辐射 由于叶绿素含量不同 作物对近红外辐射的反射存在差异 因此可以通过卫星摇杆技术 捕捉近红外波段光谱的变化 从而获取作物体内叶绿素含量变化 最终来判断作物的生长状况 黄淮海地区这个阶段 它主要的种植作物是东小麦 我们可以看到在2月的时候 河南省和安卫省北部 已经是有大片的绿色和蓝色了 3月的摇杆影像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它的蓝色和绿色部分 有一个明显的扩大趋势 那么颜色变绿变蓝说明什么呢 根据叶绿素对近红外波段的反应 真是个阶段 还在那边 就这么厉害了 真是使用了 空间的距离 真的大前面 叶绿素对近红外波段的反应 至于马亚初 云能和甩资定的内容 分极不复一样 但吉尾 的 与松阳 这红外交注 你们可以感受每个オ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剪羊毛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剪毛手 在羊毛现代化生产的过程当中 机械剪毛是关键环节 那么比赛现场的赛况如何 机械剪毛手们又有什么样的绝招呢 这里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拜承县主洋场 此刻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是机械剪羊毛大赛 参赛的选手既有来自新疆本地的牧民 也有来自内蒙古 青海 四川等地的剪毛手 在这里各自展现他们的精湛的剪羊毛的技术 剪毛手熟练地操作着手中的电动羊毛剪 只要两三分钟 一只臃肿的细毛羊就脱去了厚厚的东装 给羊穿衣 机械剪毛 分级整理 规格打包 一整套流程下来 西毛羊身上的羊毛 就被整整齐齐地罗列在一起 等待统一销售了 我在2020年的时候 意识到剪羊毛可以给我带来创收 所以学习了剪羊毛这项技术 目前为止 这项技术给我带来了一年三万元的收入 在比赛现场 工作人员使用了一种快速检测仪 这种仪器可以检测包括羊毛 羊绒 陀绒在内的多种毛绒 原本至少需要三到五天的检测过程 如今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只需要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将毛绒的长度 细度等多项参数 一起检测完毕 目前 拜承县拥有14个细毛羊集中养殖区 优质细毛羊存栏数达到56万只 年产优质羊毛3000多吨 三月份以来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 进入到了羊羔繁育季节 这两天 牧民们正忙着接羔 眼下 呼伦贝尔草原虽然仍被大雪覆盖 但是很多牧民家的羊圈却是生机勃勃 陈巴尔虎其牧民李松斌家 有2000多只红头羊 从3月5号开始陆续接羔 每天都忙碌在草场上 在李松斌家的羊社里 有一些单独隔离出来的区域 让母羊和刚生出来的小羊住 这样做的好处是 可以促进母羊和小羊间的感情 利于小羊日后成长 避免的话进大群里后 它那个大羊和小羊找不着相互 小羊吃不上奶 找不着大羊 不同品种的羊 接高保育工作也不一样 在厄文克族自治期 牧民阿拉腾扎布养的是短尾羊 羊羔出生后 需要把不同时间出生的羊 放在不同区域 在羊社里跟母羊一起生活10天 才能放到草场上去 今天下个20个 它这20个羊就在这 好了明天还下来 下的话 完了这个羊就往那边进去了 完了它这个心下的就在这里头 记者从呼伦贝尔市农牧局了解到 预计今年当地产高数量为180万只左右 目前成活率在98.7% 当地农牧部门也采取措施 加强技术指导和疾病防控工作 提高羊羔成活率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要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 可以说呢 今年的春耕任务更重了 各地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给出的任务清单 全力以赴进行春耕备耕 是的 那这段时间呢 河北省的3350万亩小麦已经返清了 麦地里运用了啥样的科技 小麦的涨势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联系 正在河北省新级农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灵 海灵您好 介绍一下农场的情况 好的 高凡 我现在呢 是在河北省新级市的马兰农场 眼下这个农场的3000亩小麦已经返清 进入了起身期 所以此时此刻站到田地里 放眼望去绿油油的一片 就像是一块绿色的地毯铺陈在田间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春日图景 这里啊 同时也是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基地 那么它的科技示范作用啊 之一就是在于田间管理 所以此时此刻在空中有无人机 在地面上有无人车空地结合来进行飞房和职保作业 其实啊 要说到这个科技范儿啊 也正在不断的解放人力 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对比 以前依靠人工的话 每亩地需要40公斤的水 而且一个人每天最多作业10亩地 但是现在有了机械化的助力 一台无人机每天最多的可以进行飞房400亩地 而且每亩地只需要1公斤的水 也就是说在节水方面节约了90%以上 而作业效率是之前的40倍 那另外一个科技的示范作用在于品种 那么马兰农场种植的都是自主研发的 马兰一号的小麦新品种 前年开发成功之后 去年就创下了河北省小麦单产的最高纪录 那其实啊 在去年小麦播种之后 遇到了骤然的降温 再加上连续低温呢 对于小麦的生长可以说一度产生了影响 再加上越冬期和返青期河北的降水比往年是明显偏少的 所以严寒加上干旱叠加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的叶片发黄出现了冻害 所以呢 河北的各级农业部门对于不同的地块的涨势来分类进行指导 你比方说往年的节后滴水一般是在3月25号要浇下去 但是今年农季专家就说了 有一些长势比较弱的地块要提早8到10天浇水 而且要追肥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长势比较弱的小麦能够提早的喝上水 而且喝的更加的有营养来促进弱苗转照 那现在河北的小麦的苗情怎么样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地里随机我们看到的这一只小麦 你看 它的分裂已经达到了6株 也就是属于一类苗 那现在通过科学的管理呢 河北省的小麦的一二类苗的占比已经达到了91%以上 也就是说通过一些优良的品种再加上科学的管理 相信今年的小麦又会是一个丰收的年份 主持人 好 感谢海玲从麦蒂的现场带回的介绍 你看那些现代化农机太酷了 是